在贵州司法警察医院宿舍小区老年活动室内 小区自治管理员和居民们因为卫生费和停车费的问题正在进行争执 记者了解到自打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后 这个小区就成立了自管会 因为诸多因素第一任自管会成立三年多以后就解散了 2021年6月在凤凰路居委会的协调签头下 赵大姐等三人接手了小区自管会 赵大姐他们接管小区以后沿用了上一任自管会的收费标准 每户每月40元的卫生费以及居民每月120元的停车费 主要用于想去卫生和停车 他们三人每人每月2000元的工资也是从这笔费用里面出 可是期间有居民认为这样的收费标准高了 拒绝缴纳 所以我来说他们其实有钱都赶紧就不收了 大家都着急 第一年啊 这些居民就没有继续交这个卫生费 没有交卫生费呢 就导致于他们就是之前引流的这个卫生费呢 就一直用到6月底 就是现在是6月30号 就没有剩余的钱了 那么现在的话就没有钱来请这个 师傅来拖走这个垃圾 由于之前大家缴纳的费用到今年的6月底全部用完了 小区的垃圾就开始堆积起来 环境不好了 居民们意见又来了 一边不愿意交钱 一边又要干净整洁的小区环境 矛盾一直无法调和 7月3号下午 夏区居委会以及派出所民警召集小区居民和自管会成员来到小区老年活动室共同商讨小区收费的相关事宜 于是就出现了新闻开头的一幕 一部分居民认为自管会提出的收费标准过高 而且有利用收费赚钱的嫌疑 不过也有居民对自管会所做的工作表示认可 赵大姐说 自己只是为了小区能够管理好 大家有个舒适的环境 而且资管会的每一笔收入都有记录 都有账可查 不存在借机敛财的情况 这样大家依然有意见的话 那她也不愿意再继续管理了 在现场赵大姐把账目让大家进行查看 讲清楚了小区的现状 她表示如果大家执意要降低费用 那确实无法支撑小区的日常开销 我觉得这些高的话就是 就按这个价格执行 然后就是招聘的 因为招聘不愿意干了 他们就是还有那些人需要 就是三个人 你们不要多了 然后就是招聘 这招聘的就按这个价格高 收费 因为根据这个收费下来以后 就是说钱是在不断的积累的 他们就是原来的收费标准 对于谁来继续管理小区 现场还是争论不断 辖区派出所民警则表示 如果对小区管理有什么想法 还是得拿出具体方案再做商议 经过几方多次讨论 最终还是决定由赵大姐三人 继续管理小区 相关费用还是按照原来的收费执行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 请订阅访问